其實大家現在可以很清楚 從畫面上看到 我的客廳跟我的書房 其實是穿透感的 對 何而為一的 對 其實這邊書房 就跟客廳之間 還是有一點穿透 我們在書房的這個書櫃 其實主要設計也是 因為客廳其實它會看得到 這個從客廳看過來 其實也電視組 從後方再景深 多一個層次的端景 對不對 沒錯… 你的這個設計是什麼材質 是鐵尖嗎 其實它這個是整個是木頭 我們在中間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是幫它 用了古銅金的這樣一個顏色 幫它做這些 木頭的這些支架的一個搭配 OK 難怪它的質感 有那種金屬質感 其實這樣也比較有那種 現代的感覺 華麗的感覺 對 OK 而且你下面襯的那個玻璃 就不會像在玄關 你用明鏡 你用的是有顏色的 其實這個玻璃 我們是用擦鏡的玻璃 讓它其實你在看的時候 裡面的書 它裡面其實它客戶的收藏量 還滿大的 所以裡面是做了 雙層的一個書櫃 雙層啊 對 真的嗎 不過這樣看起來真的很整齊 不覺得裡面擺了很多書耶 哇 對 它其實這裡都做到 雙層的書櫃 我可以打開看一下 對 那一邊其實還有它 所謂的一些 飾物機器印表機 真的是雙層的書櫃 它的藏數量很大耶 對 而且飾物機跟印表機 因為你的門片設計 是非常有質感 然後是比較現代華麗感的 我也看不到裡面那些東西 完全是把它隱藏起來 相較於其他的空間 你的這個合室設計 是跟別的比起來 它是比較低調一些 可是它還是很有奢華的味道在裡面 對 其實它還是延續 整個風格的一個感覺 因為畢竟是開放的空間 那這邊當然就是 整個合室其實就是除了功能性 那我們整個風格還是延續這樣子的感覺 在合室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個屋子的先天不良的條件 對 其實合室這邊 它剛好有一隻大樑 那其實這個樑下 我們木地板又剛好 合室的地方剛好架高 所以這個空間不是很高 那我反而在這個空間的後半部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那反而是幫它設計了一個 日式的這樣一個 庭院的造景 反而你是讓它的下降了對不對 對 所以會不覺得那根樑有壓迫的感覺了 那甚至在壁直的挑選 然後門片的線條 其實我們都是做直線條 這樣的一個方式 它讓整個合室的感覺 有盡量跳高的這種味道 就把它在潛意識裡 把這個空間拉高 是 我覺得這個格柵門片的做法 它是既有那種合室的精神 可是你做的又很有現代感 對 其實它主要是我們沒有把 太多的木頭的元素把它呈現 所以我們反而是把木頭這樣的感覺 用一樣相對的像書法這樣 用粉紅金的顏色 把它處理掉 我猛一看會以為它是有鐵劍 不是 它是用木頭 然後噴古銅金的顏色 合室區的兩旁 是屋主以四季來取名的空間 每一間的特色跟格局都不相同 尤其是這間房的天花板設計 線條燈光的變化就多達三四種